来看看新闻网 花色长裙搭配公主编发 她的到来起初并没有引起 媒体的太大反应 直到来到那场之后 吴倩和威廉王子 谈话的照片被曝光 据吴倩的工作人员介绍 威廉王子看到这位 中国女演员的第一反应是 一看就是记台词特别厉害 还称赞她很有灵气 一时之间关于吴倩 绅士背景的猜测甚嚣尘上 毕竟作为一名90后 还是刚刚从五大艺书系毕业的学子 怎么就有这份荣幸 和王子来一次亲密接触呢 要知道红毯前的她 还相当淡定地在宾馆啃鸡腿呢 没有我们大家一起吃的 你看房间里这么多人 我还是蛮谢谢公司的 因为这一回活动 主要是公司在参与 此番和威廉王子的互动 吴倩毫无疑问成为了幸运儿 不过吴倩并不希望 大家只记住她的这些幸运 此前拍摄鹿顶机 一度骨折三个月 眼下还将挑战一部 年龄跨度30岁的电视剧 明明要靠脸蛋 人家偏偏要靠才华 当然让吴倩高兴的是 因为何以生肖默 自己的粉丝群已经开始壮大 会有 其实会有 我每次出门 包括在机场 娱乐星天地上海采访报道 ホティ超绢的下方